台中的高美湿地风波不断 今天又传出有人在保护区里面 用红漆喷上了不雅的字眼 警方正透过监视器的画面 要追查到底是谁恶意破坏 堤防上的公布栏被红色油漆喷上字样 旁边的停车格也被喷上不雅字眼 范围长达20多公尺 高美湿地在船被破坏 民众大呼没功德心 不好看啊 是哦 对啊 为什么觉得不好看 就一个环境那么美 就是被人家这样破坏 国家级的保护区在船被破坏 让人很痛心 警方获报之后 也赶紧调阅监视器过滤可疑车辆 我们查到的时候 我们会在过滤的时候 我们会查到我们就会刮掉 过来以围存工来整办 高美湿地被破坏已经不是第一次 今年六月份高美湿地被重油污染 云林顽草被染上黑黑的油漬 在之前还有一名成姓男子驾着沙滩车 直接在云林玩草碾过 蓄意破坏生态 另外每到假日 大批游客直接踩在湿地上 甚至大啦啦动手抓螃蟹 尽管之前有意以国家公园的方式来保护 不过到现在还没下文 而负责管理的县府农业处表示 受限经费问题 管理上有困难 今天这件事情并不是侵入保护区破坏 它是在保护区外面 我们明年度的经费里面 我们有争取要编列 我刚刚有报告就是 要雇用人员做现场 巡查取缔的工作 那这个部分如果有经费的话 我们就会雇用人员 现时合并在即 农业处说今年预算已经用完 没有办法及时处理 现在只能够由民众和港务局 一起动手清除 只是这样蓄意破坏的情况一再发生 也让国家级的保护区出现管理大漏洞 接着林建生棚换群 台中报道